河南农夫眼看着丈夫为了救自己 再五个人的围攻下吐血倒地不知身亡 凶手逃走后 警方却已没有线索为由拒绝抓捕 为了抓住这五个仇人 这名平平无奇的农村妇女自学行政策建情报往 又在17年内走遍了半个中国 最终真的抓到了五个凶手中的四个 经过媒体报道 她的事迹感动了全国 而这个故事还要从一个学行的春节说起 1998年的大年初三 河南向城起泼村的李贵英和丈夫走安清起后 在回家的路上与几个邻居聊天 丈夫齐元德先回了家 此时李贵英的邻居齐血山恰好路过 他认为李贵英是在说他的闲话 于是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 李贵英性格泼辣 齐血山嘴皮子上占不到便宜 就跑回家去把自己的四个兄弟全都叫了过来 七家兄弟有的手提木棍 有的则拿着杀猪刀 邻居一看不对赶紧去喊李贵英的丈夫 等齐元德提着镰刀赶刀时 李贵英已经身中疏刀 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齐元德见状就要上去拼命 结果却被齐家兄弟一棍打倒 随后又被捅了一刀 附近的村民连忙将两人用牛车送去医院 但齐元德因伤势过重 在送医途中就已身亡 李贵英在医院里躺了快半个月才恢复一事 醒来后 李贵英第一时间就要寻找丈夫 为了让他安心养病 亲戚骗李贵英说丈夫已经脱离了危险 就在楼上的病房里住着 可一个月后李贵英伤欲出院 回家看到的却是丈夫的灵堂 那么齐家兄弟跟李贵英到底有什么仇 以至于要痛下杀手呢 原来齐家颇与许多宗族式的村庄类似 这里的村民几乎都兴起 李贵英的丈夫齐元德虽然为人厚道 却因为三代单传经常会在村子里收起 直到李贵英嫁过来后当上了寄生干部 又给齐元德生了三男两女 这才让村里人不敢再小看他们 齐元德也很有经商头脑 他靠着做毛钉生意发家 每年都能挣好几万块 很快又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小羊了 一跃成了村里条件最好的人家 这可让齐学山武兄弟眼红不已 他们因为惦记齐元德家的宅基地 两家平时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紧接着武兄弟因为超生被人举报 几个人认为李贵英就在寄生办 这事和他肯定脱不了干系 但李贵英自己也生了五个孩子 怎么会去举报别人超生 直到大年初三这天 七家兄弟终于带到了机会 河南农夫眼看着丈夫为了救自己 再五个人的围攻下吐血倒地不知身亡 更让李贵英意外的是 杀害丈夫的五个凶手全部歪逃 可当地警方却也没有线索 唯忧拒绝抓捕 眼看警方不太积极 李贵英就产生了自己追凶的想法 他知道这五个人不管跑到哪里 要想吃饭就得在外面打工 而他们如果想要知道家乡的消息 那就要跟老乡打交道 于是李贵英就想到了利用同村人建立一张情报网 为了不让凶手家里知道 他每天晚上都抱着孩子挨家挨户的串门 希望他们出门在外时多多留意 村民们对李贵英的遭遇也很同情 1998年3月 有人偷偷告诉李贵英 无人之一的齐学山在北京的一个工地上干活 李贵英立刻将线索报告给了当地公安局 可公安局却说地址不够准确又是一地 推推脱脱不肯出警 为了防止齐学山逃走 李贵英就一个人连夜赶到了北京 靠着一路打听才摸到了那个工地 但他不敢贸然上去找人 于是就乔装打扮了一番 在工地门口偷偷地蹲守了好几天 为了省钱 这几天他只能靠啃馒头和子莱水冲击 一见到齐学山现身 李贵英马上联系了当地公安局 随后齐学山就被第一个抓捕归案 靠着同样的方法 李贵英半年后又在陕西找到了齐宝山 两个人都背叛出了15年有期徒刑 眼看不到一年就有两名凶手握握 李贵英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很快就能高位丈夫地在天之灵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剩下的三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无踪迹 等到第三个凶手被捕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 河南农夫眼看着丈夫喂了救自己 再无个人的围攻下吐血倒地不知身亡 更让李贵英意外的是 凶手执一不仅大摇大摆地回到村里改了户口 还抽空生了个儿子 2000年秋天 李贵英听说剩下的三个凶手都在新疆给人开货车 具体在哪里不清楚 只知道是在大城市 李贵英让姐姐和姐夫去伊犁边打工边找 自己则只身一人去了乌鲁木齐 可李贵英刚上火车就发现钱包背头了 身上没钱住不起旅店 他就只好睡在桥栋和街边 没吃的 李贵英就去翻垃圾桶乞讨 眼看着天气越来越来越了 枯炫一个月的李贵英只好靠着乞讨的来的钱买了车票 狼狈地离开了新疆 虽然自己吃尽了苦头 但李贵英从没抱怨过一生 可家里的孩子却让他难受不已 几年的追凶让原本富裕的家庭日渐窘迫 为了多赚些钱 李贵英出门时就让两个十岁出头的儿子操作锚钉机器 每个儿子轮流上两年血 随后就接替另一个在厂里干货 在此期间 李贵英还买来了法律和刑侦方面的书籍 有时间就翻几页 为日后追凶和打官司做准备 一晃十年过去 李贵英在这段时间里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市 情报网也是越扑越大 可剩下的三个人却依然杳无音讯 直到了2011年 新满是放的齐学山和齐宝山回到了村里 不久后就开始盖起了新房 李贵英马上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两个兄弟刚刚出狱 不可能攒出盖房子的钱 而能有这笔钱的 只能是他们逃亡在外的大哥齐金山 随后 李贵英设法拿到了齐学山出狱后的所有通话记录 并从中锁定了一个新疆的号码 直觉告诉他 这个号码的主人就是齐金山 李贵英把这的号码交给当地和新疆的警方后 新疆警方很快发来了一段视频 经过李贵英确认 这就是在逃的齐金山 于是2011年3月 齐金山在乌鲁木齐落网 经过审讯 齐金山自从06年后就化名韩宝城在新疆打工 所以这些年来才一直找不到他 不过这也给李贵英提供了新的思路 他又顺着改名的方向追踪 四年后李贵英惊奇地发现 凶手之一的齐海英早已改名为齐浩级 并且2011年时甚至还回来患过一次二代身份证 原来齐海英的父亲齐元宏是当地的村干部 登记人口信息时 齐元宏顺手家儿子的名字改成了齐浩级 更加离奇的是 齐家五兄弟是在1998年的 云月杀死了李贵英的丈夫 可齐浩级却有一个儿子 是在1999年6月出生的 也就是说他在外逃后还不止一次地回来过 意想到自己这些年东奔西跑 而凶手却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来去自辱 愤怒的李贵英选择了媒体曝光 在舆论的压力下 警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抓住了齐浩级 一个月后最后一名凶手齐阔军在新疆时和子被抓 大仇得报后 李贵英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维权人物 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寻求帮助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 李贵英的五个孩子有三个都靠进了公检法系统 如今的李贵英日子过得很平静 当所有的痛苦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 留下的姜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贵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